真正让妮妮事业起死回生的人不是冯绍峰和景博然而是李宇春 2017年一条哭泣官宣妮妮为代言人的动态让杨幂的心凉了半解 因为哭泣的代言人头衔本是大秘密填了整整三年的大饼 三年前杨幂生完孩子不到三个月便身披哭泣战袍勇闯时装周 而这次产后首秀被视为她给哭泣的同名状 之后过新年杨幂穿哭泣给您拜个早年 走红毯杨幂满身挂着哭泣 更夸张的是密姐能做到在一个月内哭泣的衣服鞋子包包首饰不重样 按理来说自掏腰包频频带户的杨幂本是当仁不让的代言人 谁承想密姐辛苦了整整三年后竟是为妮妮做了嫁衣 但各大论坛很快疯传 妮妮能吃到这块饼都是沾了时尚宠儿李宇春的光 2015年 李宇春与妮妮在综艺《奇妙的朋友》中一见如故 随之绯闻四起 妮妮坐过山车被吓到 第一反应是埋进李宇春温馨的臂膀 李宇春起床气大到离谱 但妮妮却无所畏惧的每天摇醒她 就连出门录个节目也有路人偷拍到 上秒还在李宇春手上的手套 直言妮妮说了一句手冷 下一秒就给了她戴 一时间 春与cp被粉丝们嗑得醉生梦死 而妮妮身上一桩宛如牛皮血的陈年旧纹 瞬间被洗摔一空 将时间到回2011年 前脚靠精灵十三拆爆红的妮妮 后甲就迎来了致命性打击 她因力挺恩师张艺谋 被张道的对家爆出19张不可言说的不雅照 妮妮高级女神的滤镜一下子被踩得稀巴烂 没过多久 妮妮的艳照突然在网上疯传 整容被《潜规则》《私生活混乱》等帖子 充斥着各个社交网站 惨还是妮妮惨 刚一出道就遭遇了致命的演艺生涯危机 无人敢用 无人敢请 精灵十三拆入围金球奖的时候 张伟平占连女主角妮妮都没带上典礼 只带了韩希婷和佟大为 也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个小姑娘说一句话 更要命的是 不雅这两个字贯穿了她之后的心图 迟到李宇春的出现 才让妮妮看到一线生机 李宇春留着中性短发 取向一度沉迷 最重要的是 她还坐拥顶级时尚资源 借着跟李宇春的CP 妮妮的标签逐渐举举起 再没人去管她的不雅照 在这之后 她更是一举拿下 杨幂挺了整整三年的哭泣 而当时的李宇春正是哭泣的代言人 那么问题来了 李宇春的时尚资源又是哪来的 被主办方强制要求占CV的李宇春 卡位为什么这么高 2017年李宇春出席了巴沙慈善业 当晚大开云集 发掘位置不够用的主持人 当即叫大家往旁边挪 谁知李宇春刚抬起左脚 主办方苏盲就大惊失色地冲她喊道 但区区一个巴沙裔的C位 远不及李宇春其他抬头来得耀眼 她2012年成为纪凡西总部 唯一赞助中国艺人 13年登上最严苛的意大利版Vogue 14年作为颁奖嘉宾出席嘎纳闭幕式 爱马仕艺术总监也提高为她量身定制演出服 让纪凡西扶摇直上的李卡多 称她为灵感谬斯 Cucci举办的伦敦早春秀中 她是唯一中国嘉宾 手握多部暴具的杨幂 自费穿了三年Cucci 到头也没让品牌方接纳 昔日背靠华裔的baby 最鼎盛时期也没跟品牌方的高层一起通过桌 可为什么既无逆天美貌 又没大爆作品的李宇春 能中复整个时尚圈 答案或许有三 第一点就指向了李宇春的超高人气 李宇春参赛的2005年 是还在用短信投票的封闭年代 但她的玉米摁着9字键盘 足足给她投了352万票 足以见体量之大 趁着粉丝给的东风 李宇春在微博市运营期间 就成了首批被邀请入住的艺人 奈何玉米泰给力 导致当时的热搜前十全是李宇春 心浪无奈之下 只好将李宇春三个字屏蔽 至于第二点则指向了李宇春的外貌条件 李宇春身高1米75 腿长比例好 还是中性风女性的鼻祖 而系属各大高射的成衣秀场 几乎都在推崇这种雌雄莫变的美 最重要的当属第三点 李宇春作为千禧年就爆红的流量鼻祖 其粉丝年龄普遍较大 拥有健全的心智以及购买能力 2016年 纪凡希为了庆祝李宇春出道10周年 专门为他量身打造了个人专属球鞋 单价6000多 全球限量500双 可已经发售瞬间秒空 但李宇春的成名路上不只有粉丝的力捧 还有肖战的内涵 如果当初李宇春不肯原谅肖战 肖战或许出不了道 2020年微博之夜 虽然已经过去很久 但回想起来还是很精彩 那次可谓是引来了很多人的期待 因为嘉宾阵容实在强大 汇聚的都是当金娱乐圈实力人气超高的明星艺人们 而这当然少不了我们的顶流肖战了 提到肖战就要说另外一个嘉宾李宇春了 肖战与李宇春的关系 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了 李宇春对肖战的帮助很大 可以说是肖战的薄乐 肖战也说过很感激李宇春的帮助和之欲之恩 所以我们看到了肖战像曾经的导师 李宇春连着鞠了四次功能够看出他对于李宇春是真的很感恩 而二人的交集来自于2016年 选秀教母龙丹妮自主创办了《燃烧吧少年》 同样这又是一个选秀节目 对舞台一直怀有梦想的肖战选择了参赛 而李宇春作为导师被邀请 肖战一上场就吸引了李宇春的目光 李宇春也说肖战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文艺男生并且绘画画 就这样李宇春选择了肖战来他的战队 之后的李宇春对出入茅庐的肖战进行了很大的指导 包括舞台的经验表演时的眼神 还有很多细微的动作 看节目就感觉李宇春对肖战真的是很赏识 他说过肖战是一个很有潜力需要被发掘的人 他必定未来可期 但是人红是非多 2016年正在选秀的肖战被扒出一系列内涵导师李宇春的言论 仔细看这几张古早截图里的肖战 先是在一个取笑李宇春春歌的视频下附和 然后又转发了一条内涵李宇春是男人的微博 然而只有李宇春的粉丝知道 正是因为早年的网络环境充斥着太多像肖战这样的调侃 才致使李宇春的心态几度崩溃 李宇春花了近十年的功夫 也没摆脱网报留下的阴影 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身边就有个参与了这场网报的人 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肖战虽得到了李宇春的力挺 但也迎来了李宇春粉丝的挖坟 在玉米的扒皮下 他过去内涵李宇春的言论变得无所遁形 的确肖战说这话的时候还是个素人 法不就过往 但谁也不可否认 这一字一句都是次向李宇春的利润 一夜间玉米揭竿而起 纷纷号召大家抵制肖战 就在肖战瑟瑟发抖时 李宇春却展现出了一个前辈宽广的胸襟 他不仅没有因此迁怒肖战 反而告诉了肖战一句受益终生的话 或许正是因为他饱藏了恶言的伤害 才会选择原谅 现在的李宇春也是全球时尚行业中 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的一言一行不是代表着自己 还代表着他背后的团队 李宇春在全球越来越辉煌的时候 也是李宇春通过音乐和时尚的方式 来传播出我们独特的文化 2005年李宇春只有21岁 21岁的李宇春扛着压力走进了娱乐圈 面对吐槽和质疑 面对家人的用心良苦 李宇春最终坚持自己的选择 如今的李宇春已经38岁了 38岁的李宇春不再像之前一样被吐槽和质疑 现在认可和支持他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38岁的李宇春 爸爸和妈妈不再劝他退出娱乐圈 而是在他累的时候和他一起去散散心 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在他的背后一直默默的支持和鼓励 38岁的李宇春如今也成为了人生赢家 现在的李宇春不仅拥有幸福的家庭 辉煌的事业 还拥有一大批支持和鼓励他的人 现在的李宇春在成为人生赢家的同时 也用自己的方式来回报社会 回报祖国 李宇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年轻时候性格开朗 面对压力和委屈 自己默默承受 最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堵住别人的嘴 未来的李宇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能还要面对委屈和吐槽 但是我相信 未来的李宇春一定能和现在的自己一样 不怕吐槽和质疑 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娱乐圈众的事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